陈宇凡来自巴基斯坦共和国 是湖北文理学院2017届的留学生 他与朋友们共同在湖北文理学院 学习临床医学专业 巴基斯坦没有完整的医疗体系和医保制度 农村边远山区的医疗卫生条件也相对较差 由此陈宇凡和朋友们 萌生了来中国学医的想法 受到个人思维和集体气氛的影响 中外学生的课堂也有所不同 陈宇凡的老师还说 留学生来襄阳学医 不仅仅体现了中医的巨大魅力 更彰显了中国的友好外交政策 使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体现 留学生的临床医学专业 主要以实践课为主 今天陈宇凡他们学习的是局部解剖学 同学们聚精会神 老师也激情澎湃 整个课堂生动活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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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这位老师是湖北文理学院 唯一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老师 在班级中颇受学生爱戴 当学生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 老师是讲解者为同学们答疑解惑 当学生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 老师就是引导者为同学们指点迷津 对于身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和老师来说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学医走到一起 更是因为有着一颗奉献的心才齐聚一堂 共同组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因为我没有家族住在这里 他们也有同一样 他们住在这里没有家族 所以我们是小家族在外面的国家 李轩 李可也来自巴基斯坦 他们和陈玉凡同住一起 共同在此学医 每天下午六点 他们都会分工合作 一起完成巴基斯坦的特色晚餐 他们都会注意的 经常是美学医的 是因为他在这里 正如之道 的 他们都会在学医 在这里 石师坦 学医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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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陈宇凡也会邀请他的中国朋友 来一起享受巴基斯坦的美食 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国家文化的一种传递 同样也是中巴文化的交流方式 他说虽然自己身在异国 但他从来不觉得孤独 因为中国朋友的热情完全打动了他 他们也经常一起游玩 他们在拍摄中点滴记录 记录在中国的快乐回忆 他们在棋盘上反复斟酌 斟酌文化的博大精神 他们在电影里静静享受 享受简单的小时光 享受这样甜蜜的友谊 友谊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也是成与成 国与国的友谊 2017年2月 中国红十字会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设立思路博爱基金 联合爱心企业 开展一带一路国际人道救助 基金首个公益项目 中巴急救走廊 医疗急救的中心在巴基斯坦 瓜达尔港建成 随着医疗队工作的开展 当地就诊患者对医疗水平 口口相传 医疗队也因此赢得了 当地老百姓的高度评价 这个计划是非常非常帮助的 中国人 感谢中国给予了他和朋友们学习的机会 他们同样用实际行动帮助着中国的人们 彰显着他们的奉献精神 2017年8月22日 襄阳举行了第一届马拉松赛事 陈雨凡的朋友李勤兰同学 作为湘马志愿者的留学生代表 参加了马拉松的志愿活动 她说这次志愿者之旅是非常特殊的回忆 她希望更多的留学生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去参加中国的大型赛事 为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是新的中国 世界是新的世界 但古往今来的医者人心从未改变 也许就像陈雨凡所说的那样 他将会在中国生活就业成为一名医生 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份子 用自己的所学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